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美国大兵意外发现萨达姆藏宝图获得百万黄金的喜剧动作片《夺金三王》 1991年 海湾战争落下帷幕 因为非法入侵科威特 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被美军炸得一塌糊涂 最终被迫签订了和平协议 与此同时 赢得胜利的美军们也开始了疯狂庆祝 短短43天的时间里 他们靠着高科技装备和海陆空协同作战 以不到200人的牺牲打败了伊拉克号称的百万大军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场值得骄傲的胜利 伊拉克一处军营里 三个美国大兵正在对战俘进行搜身 在媒体的镜头下 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 展示对待俘虏的人道主义关怀 从一个桃园名最爱的菊花里 大兵们意外发现了一张被小轻易保存的地图 看起来 上面标记的是萨达姆的一处秘密地堡 里面藏着从科威特抢来的大笔金银财宝 突如其来的横财摆在眼前 大兵们高兴得像个几百斤的孩子 偷偷摸摸躲在帐篷里商量着多宝大业 军营里人多嘴杂 一个不得知的少校得到了消息 也跑来强行要求加入队伍 因为违规和女记者发生关系 他正面临着上级的处罚 如果能趁着机会大捞一笔 自然是再好不过 俗话说 关大一击就是爷 更何况 少校的身份也有利于为行动达的掩护 三个大头兵合计了片刻 便同意少校加入他们的队伍 次日一早 四个人收拾妥当 看着吉普大腰大摆离开了军营 开始了疯狂的夺金行动 由于战争进行的议程顺利 三个美国大兵都没来得及见识战场的残酷 停战之后更是肆无忌惮 把橄榄球抛上天空比赛起了枪法 玩着玩着大兵们动用起了炸药 一直保持沉默的少校实在是看不过眼 停下吉普让他们演练进攻地宝的战术 停战协议不能破坏 少校要求士兵们不许开枪 把一头奶牛当成地宝守卫 来摸你如何投袭目标 奶牛悠闲地啃着野草 三个美国大兵放慢脚步偷偷靠近 也就在这时 没被排干净的地雷 突然就炸了 无辜的奶牛被炸成了碎片 少校也不再试图教育手下 灰溜溜地开着车继续上路 没过多久 吉普来到了地宝所在的村庄 靠着假冒的文件 少校把伊拉克士兵和村民们忽悠得团团乱转 没遭遇任何阻挡就闯进了地宝 突然被枪指着脑袋 地宝里的士兵们也被吓得够呛 手忙脚乱喊着刚刚学来的财富密码 大美力尖万岁 然而少校他们把地宝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传说中的黄金 逼问之下 伊拉克士兵表示 藏有黄金的地宝 其实在隔壁村里 大爷们来错地了 看着眼前的小哥浓眉大眼 四个人想也没想就出了地宝 正巧碰上了一会儿 伊拉克士兵和平民起了冲突 在这里 许多民众都反对萨达姆的铁腕统治 奈何手里没有武器 只能在军队的威胁下任气吞声 一辆载满牛奶的管车被士兵炸翻在地 本就珍贵的牛奶倾可间洒满了地面 而民众们甚至没有时间愤怒 只是冲上去疯狂抢试着牛奶 让少校看着颇感心酸 看到美国大兵的身影 人们更是跑上前来祈求食物 无奈之下 少校只好留下了击补车里的口粮 随后便踩下油门 匆匆离去 行之半路 一行四人停车修整 少校却突然发现了问题 刚刚急着离开的时候 几个伊拉克士兵正在小心翼翼保护一座井口 如果没有猜错 那里才是真正藏有黄金的地堡 当他们重新赶回村庄 果然在井口发现了一条隐蔽的通道 顺着通道钻进地下 夺金小队互相掩护着持枪前行 伊拉克士兵们纷纷沦为了俘虏 相比之下 这里确实要富裕许多 到处都是从科威特抢来的家用电器 抛下手足无措的俘虏 少校带着小弟们打开层层铁门 终于发现了以前密室 堆在地上的行李箱里 层层叠叠的金条散发着吐豪的气息 好家伙 就算拿上一辈子的军饷 恐怕也递不上这半个行李箱的金条 激动之下 大兵们再也顾不上纪律 跑进附近的加油站里 抢了辆货车 准备把金条运出地堡 此时此刻 地堡外的义军和平民再次发生了冲突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伊拉克军官干脆派手下帮着少校搬运黄金 反正只要打发走了这四个大爷 自己的官帽也就保住了 哪知道 在临走的时候 看到士兵当中枪杀了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 少校为数不多的正义感 偏偏占据了高地 众目睽睽之下 少校单枪匹马放倒了还在施暴的一军士兵 随后找到军官要求交涉 拿了黄金还要多管闲事 为首的军官也有些生计了 两个人剑拔弩张 军官手里的步枪却不小心走火 打中了自己的大腿 紧张对峙的气氛里 枪声划过 两边的军人们都纷纷抠响扳击 枪战里 伊拉克军官被爆头而死 美军起步上的机枪也占尽了优势 伊军士兵要么中枪倒地 要么干脆举手投降 然而 多金小队刚刚收脚完武器 伊拉伊军坦克也赶到了现场 自知不是对手 少校只好带着民众一起开车逃跑 伊金的崔磊瓦斯则在背后紧紧追随 慌乱之下 吉普车朝着地雷不受控制的冲去 车上的人们惊叫着跳车逃跑 但吉普还是被炸成了碎片 更糟糕的是 由于受到爆炸冲击 装满金条的货车侧翻着冲出去老远 驾驶舱里的两个小孩受到了惊吓 跑着冲进了布满地雷的荒地 顾不上满地散落的金砖 开车的老三冲过去救下了孩子 自己却被追来的伊军给抓了回去 尼曼的瓦斯烟雾里 少校和两个大兵 虽然戴上了防毒面具 还是咳嗽的够呛 好在一伙反抗军及时赶到 把他们救出了事故现场 成代的金条也被搬进了地下据典里 清典过后 剩下的金条价值大约2000多万美元 只要救回被抓走的老三 大家还是能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仇恨萨达姆的统治 对美国也同样谈不上好感 反抗军帮着他们救出老三 但必须得到乙粉金砖 同时 少校还要负责保护他们 进入伊朗的难民营 另一边 无辜躺称的老三 正在接受一名伊拉克上尉的审问 在刚刚 趁着义军和民众发生冲突 他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偷偷打通了电话 向远在美国的老婆寻求帮助 不过在此时此刻 上尉的逼问却让他头疼不已 面对这个美国大兵 上尉愤怒的表示 自己的妻子被美军炸成了残疾 可爱的孩子更是在睡猛中被活活炸死 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的错 反驳说 美军是前来维护正义 听到这里 上尉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儿去 拿出石油对着老三一顿猛灌 为了正义是吧 来 我让你看看 你们是为了什么 他妈的张嘴 镜头一转 少校带着老大老二 浩浩荡荡开始了救人之旅 虽然粉抗军们只是刚刚学会开枪的平民 但毕竟人多是重 让少校也有了几分当上将军的快感 半路上 一会一军逃兵 热情的向他们兜售豪车 少校见多识广 在这大家喊起了为自由而战的口号 一瞬间 气氛变得热闹而欢快 逃兵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随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不好意思 自由在咱这儿可换不了钱 一顿忽悠最后也没能成功 少校不情不愿掏出了金砖 带着买来的豪车车队 朝着关押老三的堡垒死去 三个美军带着一群乌合之众 要想强攻 肯定是没戏 少校一番合计 脑袋里涌出了一条妙计 花大价钱买来的豪车 只当成交通工具 未免也太浪费了 就这样 豪车插上旗帜 反抗军换上一军军服 看守堡垒的士兵被告知 萨达姆本人前来兴师问罪 吓得连枪都不要了 八腿就跑 看到一整队的豪车 浩浩荡荡 其他的士兵们也都没了犹豫 无头苍蝇一般 跑了个乌影乌踪 少数几个军官发现了端倪 在堡垒城楼上 掏出RPG一发入魂 爆炸的气浪里 开入的豪车被掀了个四角朝天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根据计划 少校冲进堡垒 营救老三 老大和老儿子负责 带着反抗军在外围进行掩护 一时之间 枪升起伏 子弹横飞 抵抗的伊拉克士兵越跑越少 最后居然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四流 不过 支援的直升机却及时赶到 追着老二狂风暴雨般的扫射 跟随他的反抗军们纷纷重弹倒地 只有老二靠着灵活走位躲过一劫 关键时刻 反抗军的领袖在堡垒城楼上吸引火力 埋伏已久的老大 扔出了塞满炸弹的橄榄球 这是他从东方抗日战场上学来的先进经验 堡垒内部 少校握着手枪寻找着老三的踪影 顺着一军士兵逃窜的方向 少校在审讯室里找到了老三 一军上尉的手下被他击枪放倒 上尉本人也腿不重担 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面对妻子残疾孩子惨死的上尉 老三露出了仁慈的一面 他接过少校递过来的手枪 却只是对着墙壁打光了子弹 随后便大不留心走出了堡垒 呼啸不得的混战过后 几个难兄难弟终于相见了 计划中的躲进行动 延伸出了诸多波折 等到再次重逢 大家都激动的拥抱起来 然而就在庆祝的时候 一个受伤的伊拉克士兵 却偷偷射出了冷枪 老二被子弹打穿了身体 倒在地上渐渐没了呼吸 而老三也被偷袭 打穿了副枪 男主火速击毙偷袭者 但老三已经身负重伤 气体大量进入胸腹枪 肺部急举收缩 要不了多久就会窒息而死 老大火速为老三穿刺插管 由于条件简陋不能做引流 只能隔几分钟 手动打开气阀放一次气 保持胸腔气压平衡 就这样老三捡回一条命 而老二则当场死去 眼看就要回国发财致富 偏偏在最后一关 折了兄弟 老大和老三强忍着悲痛 按照伊拉克的习俗 把尸体裹成了木乃伊 准备旅行完约定再行安葬 根据协议 反抗军的领袖得到了金川 又把他们通通分给了平民百姓 准备跟着少校通过边境进入伊朗 而至于少校他们的金川 则被偷偷埋了起来 带到完成护送再回来平分 利用直拳调来了车队 少校带着反抗军和平民们 指本边境 准备真正做一回好人 边境绍卡旁 反抗军们上交了武器 即将作为难民进入伊朗境内 眼神里满视激动 看到老二没有白白牺牲 少校他们也是面露欣慰 不过随着空中 美军直升机的逼近 少校的笑容逐渐凝固了 美军下令不准任何人 带难民入境 原来当老三的妻子 报警电话转到了军营 少校立刻下令 寻找失踪的少校和三个士兵 同时从下属那里 得知了他们的夺奸计划 涉嫌违反军法 少校三人被当场逮捕 老三被粗暴的靠住双手 这让他无法打开 气罚放弃 反抗军们也停止入境 朝着少校抛来求助的眼神 现场一片混乱 老三大喊着 我不能呼吸了 但野战部队还在压制他 他不断祈求 我要受冬放弃 可没人听 此刻的老三躺在地上 呼吸困难 即将窒息而亡 看着自己的兄弟 即将因美国人而死 老大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士兵看不下去了 解开了老三的手铐 一行人再次哀求道 这些难民距离边境 不到一百步了 能不能通融一下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几个人 已经身心俱疲 夺金小队们彼此交换了眼神 无奈的拿出了最后方案 交出所有科威特金砖 但条件是 让反抗军们通过边境 老大表示 这些黄金是难民们 找到的 是他们的功劳 百万美金的礼 和礼工的诱惑之下 上校同意了要求 于是目送着他们 进入伊朗 自己带着手下收队回营 故事的最后 上校如愿聚会了黄金 而得益于媒体报道 少校三人也免于军法成熟 得以光荣退役 虽然没能拿到金砖 但他们也各自开始了 新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 这恐怕也是最好的结局了 这就是电影 多金三王的故事 好了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